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大家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使得绝大多数的老人在晚年时都不想过多地去麻烦自己的子女 反而只是想通过别的养老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雇佣保姆就是一种十分流行的养老方式 不过有位姓张的女士在从事老年人保姆工作时 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与不义 那么张女士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自述人张女士 我今年已经55岁了 年纪已经不小了 我和老公结婚已经超过了30年 这30年的时间里 虽然彼此之间有过争吵 但是大部分时间的感情都十分的要好 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活过的比较苦 但是都没有嫌弃过对方 双方一直勤勉地努力 我感觉她对我十分的好 我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家庭变得更好 蒸蒸日上 但是我和丈夫都是普通人 也没有什么挣钱的本领 所以身上的压力一直都不小 现在已经到了这把年纪 本来应该好好地享受生活了 可是我却没有那样的幸运 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养家糊口的重担还在我们两夫妻的身上 我们需要不断努力 才能照顾好生病的父母 哪怕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也不能松懈 本来我和我丈夫都是在工厂上班的 但是我年纪大了之后 工厂也不要我了 我只能选择其他的工作 这个时候 朋友介绍我去当了保姆 因为保姆这个工作 对年龄也没什么要求 而且工资比较高 只要能够忍耐辛苦 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做保姆也做了很长时间 其中两位雇主让我印象非常地深刻 刚开始做保姆的时候 我一直是给别人家带小孩 带小孩虽然也比较辛苦 但是我很喜欢孩子 所以每天都很开心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不是特别多 但是工作安排得不松不紧的也还可以 后来孩子上了小学 我就没有继续待在雇主家了 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 第二份保姆工作就是照顾老人 我觉得身为保姆 什么工作都应该做一下 当时我照顾的第一位老人 是一位七十多岁的男人 他每个月给我七千块钱的工资 比我当孩子保姆的工资要高 所以我一直都很认真的去照顾他 但是没想到照顾老人 可比照顾孩子要辛苦很多了 我做了两个月之后 雇主提出希望我能够当住家保姆 如果可以的话 每个月可以多给我两三块钱 当时我婆婆正好住院了 急需要用钱 我只好答应了雇主的要求 但是我真的当了他们家的住家保姆之后 才发现雇主居然对我是另有目的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工作 辛苦一点 我怎么都能接受 但是他却想让我做出一些 背叛我老公的事情 我当然不可能答应的了 不管给我多少钱 我都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我都是很清楚的 当时他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十分的愤怒 我没想到他已经七十多岁的年纪了 居然还能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简直是一个老不正经 哪怕我拒绝了他 他还是总会主动找上我 还说既然我拿了他的工资 就应该遵从他的所有要求 当时我实在觉得很恶心 干脆警告他说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我就找警察来了 拿走了自己该有的工资 我就从他家离开了 因为我生怕继续待在他家 会发生一些让我害怕的事情 之后我缓了好长时间 才找另一份工作 没想到这次公司安排给我的工作 又是照顾老人 但是因为遇到了之前的那件事 所以这一次我十分的警惕 也没有太过亲近雇主 但是这一次的雇主 明显比之前那个雇主要好很多 也没有对我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 对我也是十分有分寸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 对我应该也不会产生什么奇怪的想法 所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也觉得舒服了很多 但是在他们家坐了大半年之后 我也逐渐搞清楚了这个雇主的真实面目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嘴上虽然不说 也不会对我表现出什么 但是我发现 他经常在远处偷偷地看着我 还会露出那种十分奇怪的表情来 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太多 觉得他可能只是有这样的习惯观察别人 可是后来有一次晚上 我在房间里睡觉睡得正香的时候 有人把我的房间门给打开了 当时我吓得不轻 发现是雇主闯了进来 他想要对我做过分的事情 当时我真的是吓坏了 赶紧把他给赶走了 然后拎着自己的东西 连夜就逃出了他家 哪怕是他给我的工资不少 但是我实在没有继续留下来的想法了 我虽然很缺钱 但是我也是很看重自己尊严的 如果一个人连尊严都不要了的话 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这种事情传出去 对他可能没什么影响 但是对我影响会非常大 我的名誉也毁了 老公也会因此而埋怨我 所以我宁愿不要钱 我也不能继续干下去 这之后 我再也没有找过男雇主 哪怕其他的工作工资比较少 我也会去做其他的工作 男人 不管年纪多大都是好色的 这点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哪怕是缺钱 有些事情能做 有些事情也不能做 一定要注意好分寸 不要让自己之后后悔 看了上面张女士的故事 志恒倍感唏嘘 并且十分同情张女士的遭遇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困难和艰辛 谁也不知道 人生什么时候会变好 什么时候又会变得糟糕 所以人们努力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家人也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有的时候你的付出 却得不到回报 不过我们只要无愧于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 如果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来 最后悔的肯定也是自己 所以 保姆在从事相关工作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各方面的因素 那么 保姆跟雇主 究竟应该如何相处呢 根据过往的一些经验和阅历 志恒觉得 其实雇主好不好 保姆好不好 没有一个具体标准 双方能相处得好 在彼此心目中就是好的 对于保姆和雇主之间 怎样才能相处长久 不少业内人士也提出过自己的建议 首先 雇主应该选择正规家政公司 而非家政中介 在雇佣家政服务人员时 应当核对证件 此外 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雇主要把保姆当作自己人 关心他们 不要让他们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对于家里有困难的保姆 雇主要体谅他们 如果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下 保姆则要努力丢掉自己 自卑和不熟悉感 敞开心怀 主动跟雇主交流沟通 积极融入新的环境 二 宽容和尊重 因为保姆大多来自农村 卫生习惯会和雇主有些不一样 雇主千万不能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朝保姆发脾气 保姆也要尊重雇主的家庭习惯 主动了解之后做改进 三 信任和真诚 家里的老人与保姆不易相处时 雇主不要跟老人一样说保姆的不是 对老人应该多说些保姆的好处 对保姆多些尊重老人的话 两方协调 很多事情都容易解决了 保姆对待老人 也要做到服务 问候 请教 从内心把对方视作自己家的老人 有的老人会有寂寞感 喜欢与人说话 保姆要善解人意 与其聊天 解闷增趣 老年朋友们 看完上面张女士的故事 您有什么感触呢 您是否又认同制衡给出的建议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